接种站内来打疫苗的阿公阿嬷排排坐 还有悠扬国月身相伴 让等待期间不那么无聊 只是这旋律越停越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 这真的比较习惯 可以稍微西方一点小提琴 轻快一点 我刚刚也觉得说 我今天是不是来做场合了 到其他接种站外问问看 民众笑称 怀疑自己是走错地方了吗 其实这世将会经典台语歌 《咖哩咱得掉》国乐版 有民众在桃园巨蛋接种站 拍下桃园市国乐团 7月9号到11号期间的一言曲目 但是影片po在连说后 却变成热话题 网友打趣说 这总们有点像是告别市场播放的歌 另外有人戏称 自己听到都想鞠躬了 对啦对啦还好啦还好啦 就是要不然在里面等的也很无聊啊 不过也有人认为 有音乐多多少少 可以让等待期间多点乐趣 目的是希望在有序贴心的 友善接种环境下 让前蓝接种的长者及孕妇 舒缓紧张的气氛 不会是一眼的性质 市府都尊重乐团的曲目 桃园市府说明 这次乐团来接种站一眼 有演奏丢丢的快乐的出航 以及望春风等不同风格的曲目 希望乐团为防疫尽一分心力 也补充将会的 咖哩咖哩咖哩歌名的意思是 拥抱 其实是首非常温馨的歌 希望接种站的民众 可以感受到温暖的力量 TVBS新闻 吴宣彤 吴奎燕 王浩子台北 赞友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